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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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有關於為什麼我們在邏輯語言裡面 我們用到的五個連接石對不對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用的negation or and 還有conditional 還有equivalence 就是biconditional 這五個連接詞呢 來做運算 那 問題是所有的含印都可以換成這些連接詞嗎 這是我們的疑問 好 所以我們要來看看這個 我們需要來證明這件事情 這個性質我們把它稱作含印環背性 什麼叫含印環背性呢就是 如果對某一個真值連接詞所形成的 這些連接詞所形成的集合 lambda 而言 如果任意的 n 元的真值含印 都可以用 集合 lambda 當中的真值含印的連接詞來定義 那麼我們就說 這個集合 lambda 是具有 含印環背性的性質 好 所以意思是說 每一個含印不需要全部都把它寫出來 我可以 利用其他的含印來加以定義的意思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看二元含印是什麼意思 來 二元含印表示說我有兩個語句 然後中間呢有連接詞對不對 好 那你看 如果以 P 跟 Q 來講 我們的二元含印總共有十六種可能情況 第一個情況就是全部都為真 然後呢第二個情況到 第五個情況是有一個為假 好 然後第十二到第十五呢 是只有一個為真的情況 然後第十六個是全部都為假的情況 那這個是 completely 就是完整的列出所有可能的二元含印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需要表達二元含印的話 我會需要幾個含印呢 我會需要十六個含印 為什麼 因為它有十六個不同的可能情況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在 P 跟 Q 這兩個句子中間 要加上一個連接詞 那以二元的情況來講 我需要有十六種 考慮十六種不同的情況 好 可是事實上我們有沒有 用到這麼多連接詞 並沒有對不對 好 我們在 邏輯語言的時候 我們只介紹了五個連接詞 就是 negation and or conditional 跟 equivalence 就是這個等值符號 好 那這五個呢 這五個呢就可以 足以用來表達 Phi 1 到 Phi 16 所有的二元含印 OK 我都可以用這五個連接詞 來做定義 好 那怎麼去定義呢 好 首先 我們先找找看 各位看看 Phi 2 Phi 2 是什麼呢 它是真真真假 表示什麼 它是 P or Q 對不對 所以 我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 Phi 2 呢 其實是 P or Q 各位可以看到 Phi 2 是 P or Q 好 那接下來 各位再幫我找找看 P and Q 在哪裡 P and Q 顯然是 Phi 12 好 第十二個呢 是 P and Q 對不對 因為只有兩個為真的時候 它才為真 好 那接下來 若 P 則 Q 在哪裡呢 好 若 P 則 Q 顯然是在 Phi 4 對不對 第四個 好 第四個呢 是 P 則 Q OK 好 接下來 那 P if and only Q 在哪裡呢 P if and only Q 是在 Phi 7 OK 好 這個呢 是我們原來的這個連接詞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原來連接詞的部分 就是 P or Q P and Q I P and Q 跟 P if and only Q 這四個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找 有哪一個跟 P 是一樣的呢 各位去看 哪一個是真真假假 顯然在 Phi 6 對不對 所以 Phi 6 呢 其實說穿了它就是 P 我們可以直接用 P 來表示 好 哪一個是 Q 呢 真假真假 所以 Phi 9 呢 是 Q 好 那再來 哪一個是非 P 呢 好 非 P 非 P 當然就是 剛剛的 P 是真真假假 那非 P 當然就是假假真真 所以是哪一個呢 顯然是第八個對不對 第八個是非 P 好 那 Q 是真假真假 所以呢 非 Q 是什麼 非 Q 應該是假真假真 那是哪一個 顯然就是 Phi 10 Phi 10 就是非 Q 好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完成了 總共完成了八個對不對 好 接下來各位仔細看 好 我們呢 這裡有 Phi 2 是 P or Q OK 好 那我們如果加上一個 negation 它會是什麼呢 P or Q 是真真真假 是 Phi 2 嘛 真真真假 所以它的 negation 會是什麼 它的 negation 會是 假假假真 那假假假真在哪裡 顯然就是 Phi 15 好 所以 Phi 15 呢是 是 negation 的 P or Q 你會發現 Phi 15 其實是 negation 的 P or Q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一樣 各位看到 Phi 12 是 P and Q Phi 12 是 P and Q 它是真假假假 那它的 negation 會是什麼 它的 negation 會是 假真真真 OK 好 那假真真真在哪裡呢 好 就是 Phi 5 的部分 好 就是 Phi 5 的部分 OK 好 再來看 Phi 4 是什麼 Phi 4 是真假真真 真假真真 這個是 P 則 Q 那它的否定呢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假真假假 假真假假 那假真假假 那假真假假在哪裡 顯然是 Phi 13 好 各位發現 它在 Phi 13 的位置 對不對 它在 Phi 13 的位置 好 OK 再來是 Phi 7 是真假假真 那它的 negation 當然就是假真真假假 現在在哪裡呢 好 是在 Phi 11 的位置 OK 好 這樣的話呢 你就完成了 12 個 十二個這個部分 好 那接下來剩什麼呢 來各位仔細觀察一下 我們還有什麼 還沒處理到呢 我們的 Phi 1 還沒有出現 我們的 Phi 1 還沒出現 我們的 Phi 1 還沒出現 好 那我們的哪一個還沒出現呢 我們的 Phi 3 還沒出現 對吧 還有哪一個還沒出現呢 我們還有 Phi 14 還沒有出現 好 最後我們還有哪一個 我們 Phi 16 也沒有出現 OK 好 所以 我們只剩下這四個需要做處理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 Phi 3 是什麼呢 Phi 3 是真真假真 好 我相信有同學已經看出來了 它其實是什麼 它其實是 弱 Q 則 P 對不對 那麼 Phi 14 是什麼呢 Phi 14 其實是 Phi 3 的 negation 所以呢 Phi 3 既然是 弱 Q 則 P 所以 Phi 14 其實是什麼 是 negation 的 弱 Q 則 P 那接下來我們只剩下 Phi 1 跟 Phi 16 對不對 Phi 1 是什麼 Phi 1 其實就是 Tautology 對不對 它是一個 TTTT 所以它是 Tautology 那 Tautology 的話呢 我們其實前面做過很多 Tautology 你可以隨便寫一個 譬如說 P or not P 好 這是一個 Tautology 對不對 你只要寫這個 Phi 1 把它寫這個 Tautology 就可以 那 Phi 16 是什麼 Phi 16 其實就是 Contradiction 那我們也寫過很多 Contradiction 對不對 所以各位把它寫成 P and negation P 隨便挑一個 Contradiction 都可以 好 所以根據這樣的情況你就知道 我們這十六個 這個 Formula 這個 Formula 就表示說 我可以把這十六個 真值含印 全部用 我們學過的五個連接詞 把它做定義 OK 所以在二元裡面 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二元裡面呢 全部列出來給各位看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從 Phi 1 到 Phi 16 每一個都可以把它寫出來 各位可以對照一下 那當然有同學會說 老師我寫的式子搞不好跟你不一樣 比如說 有的同學會說 老師這個 Phi 1 我喜歡寫成 P 則 P 我不要寫成你的 P or not P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因為它是 Tautology 只要是等值的都可以 就是你不一定要寫跟我一樣的 如果你會寫成其他的語句 只要它是等值的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是關於這個 我們的第一步就是說 我們其實所有的都可以這樣做 接下來我們要挑戰的是 如果是三元含印可不可以這樣做 或者是四元含印可不可以這樣做 那二元的含印比較容易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 但是呢等到三元以上 其實它並沒有那麼容易 那等一下我們會來做 我等一下再秀給各位看 我們怎麼樣做三元以上的 我們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含印完備性的集合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在邏輯語言裡面介紹的 五個連接詞 它是一個完備的 含印完備性的連接詞集合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是一個含印完備性的集合 其他你要用的這個含印 都可以用這裡面的符號來決定 好 那所以首先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我們在邏輯語言看到的 五個連接詞對不對 好 那各位想 我們可以用什麼來定義呢 最簡單的是這樣 各位想看那個雙條件句 就是by conditional equivalence 那個部分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定義成什麼 各位看 p 則 q and q 則 p 對不對 因為它是雙向的嘛 既然是雙向的 我可以用 conditional 就是箭頭 跟 and 這兩個 連接詞來定義 來定義雙箭頭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完成這個定義 所以你化閱之後就會變成這樣子 也就是說 我們在 原來五個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四個 含印所形成的集合就夠了 也就是說 我們的 含印完備性的集合 不需要用到五個連接詞符號 我們只需要四個就夠 好 那當然喔 各位就會知道 對邏輯學家來講 這就是一個有趣的事情喔 好 我們可不可以把四個變三個呢 好 那我們現在把腦筋動到哪裡 我們動到這個 conditional 我們來看一下 conditional 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什麼 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 negation p or q 好 那我們當然要證明給你看 對不對 如果我們可以 成功做到這一點的話 那麼它化閱之後呢 箭頭也就不需要 對吧 那如果三個就可以 好 各位想想看喔 假設我們現在把箭頭定義成 negation p or q 那接下來我可以 我可以做什麼呢 好 我就可以把 p or q 也定義成 negation的 negation p and negation q 好 那我如果成功做到這件事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我化閱之後呢 連接詞也只剩下兩個 一個是 negation 一個是 and 好 那對邏輯學家來講 當然這就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發現 也不只這個 我們其實也可以化閱成 negation 跟 all 或者是 negation 跟箭頭 這些都會是 含應完備性的 那到這裡最有趣的事情是 既然可以化閱成兩個 我們當然就會問 可不可以化閱成一個 可不可以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連接詞就可以代表所有的呢 好 ok 可不可以呢 當然可以 我們有一個 shuffle stroke 我們來看一下 那意思是說 我們要定義成 p stroke q p stroke q 我們就把它 define 成什麼 我們就把它 define 成 negation p and q 那我們會發現 其實只要這樣的一個 stroke 的符號 我們其實就可以 達到這個含應完備性的要求 所以我們其實根本就不需要 這麼多個連接詞 好 那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定義呢 我做給各位看 那它其實是這樣 既然是 not end end 是什麼 各位可以 想一下剛剛我們有個 end 是 真假假假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是 not end 的話 當然就是 假真真真的意思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stroke 的意思就是 假真真真 好 那只要這個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比如說各位 我們可以把 所有的剛剛的 negation and or conditional 通通呢 用剛剛的 shuffle stroke 方式呢 一個一個把它列出來 那這個因為我們沒有要深究 所以就是給各位做參考而已 就是說各位可以這樣去做做看 但是它有付出點代價 然後我得 告訴各位同學 它的代價是這樣 你用的連接詞的數目越少 你的語句呢就會越長 ok 為什麼 因為你的連接詞的數量比較少嘛 所以 其實 邏輯學家也常常在考慮說 到底哪一個對人類來講 是比較簡單的思考 就是說 我到底是 這個 少一點來的好呢 還是說我多一點好呢 讓語句短一點 連接詞多一點 還是 這樣比較好呢 還是說 我的連接詞少一點 然後句子長一點沒有關係 哪一種才是對 人類比較適當的思考 這個其實對邏輯學家來講是個難題 所以 各位同學 簡單性這個課題 對邏輯學家來講 並不是 一個簡單的問題而已 因為 到底哪一個比較簡單 這個其實很難回答 因為 有的人認為句子比較短比較簡單 有的人認為這個 含印比較少 就是它的 functor 如果越少呢 它的這個語言會越簡單 OK 那我不妨再跟各位說個比喻好了 這個比喻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各位想想看 一般我們要去這個 外面買螺絲 假設我們家裡東西壞了嘛 對不對 我們通常會把那個螺絲 拿去 這個 要買螺絲的那個螺絲行 對不對 要比對說 我要這個 這個 這個型號的螺絲 要剛剛好 我回去才能鎖得上 要不然的話我回去會鎖不上 好 那 各位可以想想看 所以 這個 functor 越少是什麼意思 就是 含印越少的意思就是說 我讓 這個螺絲的這種 這種 這種 型號越少越好 所以意思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 全世界的東西 如果都用同一種螺絲 那我以後如果家裡東西壞了 我根本不需要把螺絲拔下來 去螺絲行比對對不對 因為我只需要去螺絲行說 我需要幾個螺絲就好 好 可是問題就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說 如果我們的這個走向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所有的 這個 家裡的這些用具 如果 螺絲的型號變少了 顯然它的那個結構就會變得複雜 因為你要把它鎖緊 你就 需要用到 各式各樣的鎖緊的方法 所以 搞不好原來鎖一顆螺絲的地方 你變得要鎖四五顆才能近 之類的 所以 意思就是說哪一個是比較簡單的 這個對我們來講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們並沒有辦法 在這門課裡面給各位解答 就是到底 哪一個比較簡單 是 原件越少越簡單呢 還是說 我們的這個句子越短越簡單呢 這個呢 就有賴各位去想想看 所以 在這裡我們沒有辦法提供給 馬上提供給各位這樣的一個問題的回答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到底哪一個對人類來講比較簡單 好 接下來這個是證明過程給各位看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是怎麼樣把 剛剛這個等值做出來的 那各位現在看到那個三條線的 都是等值符號的意思 就是p and q 會等值於 negation negation p and q 對吧 我加上兩個negation其實是一樣的 各位可以理解 那 各位可以看到 後面這個negation p and q 就是我們剛剛的定義 對吧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變 negation 的 p stroke q 對吧 那由於呢 negation 就是加上一個 stroke 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 p stroke q stroke p stroke q 就是這樣子 所以各位可以 按照這個方式來做證明 那我又把每一個證明都列出來給各位看 各位可以試著做 嘗試著做做看 看看 自己是不是可以做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做完了二元的 韓印對不對 現在我給各位看到是一個三元的韓印 各位仔細看一下這個投影片上這個三元韓印 我們有三個命題符號是 p q 總共需要考慮八種情況 然後現在我有一個語句 phi 請問我們有沒有一個很好的方式去找出 phi 是什麼 各位可以稍微想一下 如果剛剛各位在做二元韓印的時候呢 我猜應該有很多同學 馬上就可以看出來 那個 phi 1 phi 2 或者 phi 3 phi 10 應該是什麼東西 應該有同學可以很快地看出來 可是呢 這個 這個 等到三元韓印的時候呢 各位就會發現 我們好像沒有 很快可以看出來的方式 對不對 這個 phi 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們其實 好像 很難一下子做出來 好 不過根據剛剛韓印完備性的要求 各位就會發現 我們其實有了韓印完備性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知道 這個 phi 一定是用 剛剛那些連接詞 比如說 這個 end 啦 or 啦 箭頭 或者是 equivalence 或 negation 這些 運算的符號呢 把這三個命題連接起來 最後會得到 phi 這個結果 對吧 好 那各位不妨練習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 很快地找出來 那 對邏輯學家他感興趣的是什麼 各位還記得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可決定性的性質就是 它是一個很好的性質對不對 我們在第五單元曾經談過 可決定性這個性質說 我們可以 這個有一個 SOP 來決定 這個論證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那在這裡一樣 邏輯學家也要思考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 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 機械性的程序 或者固定的程序 去把這個 phi 找出來 我們現在講要找到這個 phi 嗎 所以 會不會有一個固定的程序 把這個 phi 把它找出來 好 那果不其然 這個 邏輯學家呢 發現 我們 的確有這樣的方法 好 那是怎麼做的呢 第一個 方法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DNF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DNF 好 DNF 呢 它其實全名叫做 Disjunctive Normal Form 大家知道 一般叫Normal Form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有一個 標準的程序去做這樣的一個 式子 我們把它叫做 Normal Form OK 它就是說我們其實可以來想像一下 找到一個句子 它本身是一個 Disjunction Disjunction 當然就是選言 就是 用 O 連接的叫 Disjunction 就是選言 我們想要建構這樣的一個 Disjunction 它的每一個 Disjunct 如果是 P or Q 那 P 跟 Q 就稱之為 Disjunct 我們把它叫選言項 那這個選言項裡面呢 每一個它都是一個 Conjunction 就是一個連沿 用 M 的連接的 好 那連沿當中呢 它其實每一個都是用準原子句式 把它合起來的 就是所謂的 quasite atomic formula 把它組合起來的 那什麼叫做準原子句式呢 意思就是說 只有命題符號 跟命題符號加一個 negation 這個我們把它叫準原子句式 比如說像各位現在看到的 P Q negation P negation Q 這個都是 那什麼不是呢 那什麼不是呢 只要不是命題符號 或者命題符號 純粹加一個 negation 就不是喔 好比說 各位看到像 negation negation P P 則 P P 或 Q 這些通通通都不是 OK 那接下來我要來介紹 Static Discussion 就是說 現在要去描述 就是說 我們要做 DNF 的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先去完成每一個的描述 每一個狀況的描述 那每一個狀況的描述 必須要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 每一個情況的描述 這個 state 的意思是說 我要去找出 有一個語句是 只有在這個情況下為真 其他情況下都是假的這種語句 那各位想想看 有哪一個語句 只有在第一個情況為真 P and Q and R 為什麼 因為 只要 P Q R 有一個為假 它就為假 所以這個句子很明顯 它只有在第一個情況為真 其他情況都會假 接下來 只有在第二種情況為真的是什麼呢 它就是 P and Q and negation R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依此類推 每一個我們都可以找到它 唯一為真的句子 所以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第七個跟第八個 依此類推 各位可以 推出每一個在 只有在這個情況下為真的語句 好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樣把 它變成我們的 normal form 呢 就是我們各位看到 我把為真的情況都 用紅色標示出來 也就是我們把 紅色的部分的 我已經做好的這些 description 把它抓出來 用選言就是 disjunction 的方式 把它連接起來 就是我們的 DNF 好 所以各位看 我們要把第幾個找出來呢 我們要把第一個 第三個 第五個 第六個 第七個 這五個情況找出來 我們就會發現 DNF 呢會是這個樣子 這五個情況 我們中間用 all 把它連接起來 它就是我們要的這個 DNF 了 那這個方式呢 是保證 我們可以找到 φ 的其中一個等值式 請注意 它不是唯一的方式 它是 眾多方式的其中一個等值式而已 就是說 邏輯學要 concern 的是說 我有沒有一個標準的方式 去找到這樣的一個 語句 這個等值式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DNF 來找到它 那接下來我來介紹第二種方式叫 CNF CNF 呢是說 我們反過來 反過來我們用另外一個假設 就是說我們現在想要找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找的是用一個 conjunction 它的全名叫做 conjunction 就是說 剛剛是用選延嘛 現在我們要用連延 那用連延的方式呢 其實呢它就是說 這個連延呢 它每一個都是由選延所構成的 裡面變成是 disjunction 的方式 那一樣我們要來找它的 description 剛剛不一樣是說 我們剛剛是找 唯一為真的情況 現在我們要找 唯一為假的情況 其他情況為真 有哪個句子是 在第一個情況裡面 一定為假 其他情況為真呢 各位可以看到 negation P or negation Q or negation R 這個句子在第一個情況裡面 一定為假 其他情況一定都為真 ok 為什麼 因為or 只要有一個為真就可以嘛 PQR 只要其中任何一個為假 那個第一個句子就會為真的 ok 那它唯一為假的情況一定是 PQR 都為真的情況之下 它才會是為假的 好 所以一樣 各位可以用剛剛的方式 把它做出來 各位會發現什麼呢 我們都可以找到唯一為假的情況 好 這時候呢我們怎麼去把我們的 CNF 建構出來呢 好 很簡單 我們的方式就是把 所有為假的情況 的這些 state distribution 全部把它抓出來 利用and 就是利用這個 conjunction 把它連接起來 就會得到我們的 CNF 所以各位看 我們現在為假的情況是在 第二個 第四個 跟第八個 好 這三個情況為假 所以呢 我們把它合起來 它的CNF 呢就會是我們看到這個樣子 第二個 第四個 跟第八個 中間是用and連接起來 好 那到目前為止 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DNF 跟CNF 我們可以保證它 在這個情況下 一定是 fi 的等值式呢 好 我用這個CNF來說明給大家聽 就是說各位可以看到這個CNF 它是用and連接的 所以用and連接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 只要有一個為假 它就為假 那各位如果把這三個式子 用第一個結構帶進來 各位會發現 它是真真真 所以三個都為真 所以它為真 那你用第二個情況帶進來 你會發現 它的情況是什麼呢 它的情況是 假真真 那只要有一個為假 它就為假 所以第二個情況它會為假 那第三個情況你把它帶進來 它會是真真真 對吧 因為這三個句子 在第三個情況裡面都為真 所以既然是真真真它就為真 那第四個情況帶進來呢 它會是真假真 第二個conjunct 這個部分呢在 第四個情況裡面為假 所以它是真假真 既然是真假真 只要有一個為假它就為假 好 所以 一樣的情況 在第八個情況帶進來的時候 它是真真假 也就是說 只有在第二個 第四個跟第八個情況帶進來的時候呢 它這裡面會出現 假真真 真假真或者真真假這樣的情況 只有這三個情況呢會出現 假 所以這三個為假 其他情況帶進來 它三個這個conjunct都為真 所以它一定為真 所以 從這裡各位 就可以了解到說 OK 那 這個呢其實一定會等值於語句翻 那DNF 的想法也是一樣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出 從這個有一個機械性的方式去找到 所謂的這個Phi 到底是什麼 所以 既然三元的可以這樣證明 那各位就不難想像 我們的四元 五元 也都可以依照這樣的方式來做證明 OK 那接下來我來講講這個極端的範例 極端範例就是說 萬一各位看到這種題目就是什麼呢 萬一全部都為真 或者全部都為假的情況會怎樣 就是說 欸 剛剛是有真有假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找DNF 的時候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真的情況找出來 然後呢 把這個 所有的State Discription 我需要的部分呢 把它連成一個disjunction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DNF 那CNF 意思是說 我一樣做這個所有的State Discription之後呢 我把需要的這個部分抓出來 就為假的情況抓出來 構造成一個conjunction 就是我會要的CNF 那萬一是像這樣的極端範例 各位發現 它只有 全部都為真 或者全部都為假 怎麼辦 那各位要請注意 如果是在極端的部分呢 第一個情況呢 因為它全部都為假 所以注意它沒有DNF OK 那CNF 是什麼呢 它的CNF 其實就是 把所有的State 全部把它做出來對不對 這些discription 全部把它抓出來 然後呢 全部用and這個conjunction把它連接起來 就會是我們的CNF 當然這個寫起來有點複雜 而且各位知道 如果它是一個全部都為假 你也很容易找到它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一個矛盾句嘛 那矛盾句的話呢 你也可以寫說它是p and negation p q and negation q 只不過它不是我們的normal form而已 它一樣是這個語句 它會等值於這個phi 但是不是我們的DNF 或CNF 如此而已 那同樣的 那b 呢 各位可以看出來b是什麼 b 很顯然就是 它全部都為真 那如果全部都為真的話 表示什麼 它沒有CNF 對不對 因為你找不到假的情況嘛 找不到假的情況就是 你沒有辦法建構出一個 conjunctive normal form 就是CNF 所以做出來b 的情況會是 只有DNF 而沒有CNF 而它的DNF 一樣 就是把所有的連接起來 然後做出來 這個就是DNF 但是它沒有CNF 請注意 它沒有CNF 我們對於任意的句式 我們從剛剛的這個結果會發現 我們對任意的句式 我們都可以找到 等值於該句式的DNF 跟CNF 對不對 所以因此呢 其實是可以 運用在任何的句式上 那現在如果各位 我們給你 兩個 不同的句式 一個是 negation p if and only if q or r p if and only q if and only r 那這兩個句子呢 我們能不能找到 跟它等值的DNF 跟 CNF 如果想當然當然是可以的 那我們怎麼來做呢 好 首先呢 我們從 a 開始 好 a 的話呢 我們先把這個完成 就是 我們要做DNF 跟做CNF之間 我們現在要把真值表完成 好 那這個真值表完成呢 我們可以看 第一個當然是先把 negation p 我們可以把它寫上去 all 的話呢 是兩個 都為假才為假 對不對 所以它只有在第四個情況 跟第八個情況為假 好 接下來是 if and only if 所以呢 它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值一樣的時候為真 值不一樣的時候為假 好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最後有四個情況為真 四個情況為假 好 所以各位可以練習 我們怎麼寫出DNF 呢 好 它的DNF 呢 我們可以看著這個來做 你看 DNF 就是把四個為真的情況挑出來 就是 四 五 六 七 這四個情況是為真 好 所以我們就四 五 六 七呢 它應該是什麼 它應該是 p and negation q and negation r 然後括號 這是一個 disjunct 然後加個 all 然後這個 all 是後面 第二個是什麼呢 是 negation p and q and r 好 再括號 後面是 all 對不對 好 再接一個 disjunct 是這樣子 下一個 disjunct 是 negation p and negation q 好 再下一個呢 是 negation p and negation q and r 好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我怎麼做的呢 我其實就是把 如果它為真 我就把它命體符號寫下來 如果它為假 我就把它命體符號加上 negation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最後做出來的 這個 dnf 會是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做出來 這個 dnf 呢 四 五 六 七 對不對 所以 cnf 當然是用 一 二 三 八 這四個 對不對 所以做出來呢會是 這個樣子 各位可以看出來 我們做出來 第一個是 negation p or negation q or negation r and 接下來這個是第二個 negation p or negation q or r 再來是第三個 and negation p or q or negation r 再來是第八個 所以是and p or q or r 好 那這個是 a 的部分 好 再來我們來看 b 好 b 一樣 我們把它做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 好 我們要從這個 括號裡面先做對不對 括號裡面先做 所以我們很快的 把括號做出來 會發現 兩個都 值一樣的時候為真 兩個值不一樣的時候為假 好 接下來我要用藍色的跟 p 來做 用藍色跟 p 來做 好 那 p 跟它來做呢 我們會發現它是什麼 真假假真對不對 然後呢 假真真假 好 一樣 各位就先用剛剛的方法 把真的部分挑出來 然後呢 利用它作為它的 disjunct 然後做成所謂的 dnf disjunctive normal form 然後呢 把 f 挑出來 做 cnf ok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各位應該可以看到 dnf 做出來是 像這個樣子 ok 就是 p and q and r or p and negation q and negation r or negation p and q and negation r or negation p and negation q and r ok 那 cnf 呢 是這個 就是 negation p or negation q or r and negation p or q or negation r and p or negation q or negation r and p or q or r 好 這個是 dnf 跟 cnf 對應於任意一個 這個命題邏輯裡面的語句呢 它的這個式子 寒意外背信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邏輯 學會叫 post 所提出來的 好 那這個定理很簡單 這個定理就是說 對於任意的 n 個命題符號而言 我們都會有一個從 n 的結構 就是一個 n structure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你有五個命題符號 那就會有五個命題符號組成的結構 就是各式各樣的結構 好 它都有一個含印 有一個 function 它會含印到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定可以任意一個語句呢 我們任意有幾個命題符號組成語句 我們都可以找到等值於這個的 dnf 或者是 cnf ok 那這個呢也是用 我們用來證明 含印完備性的最重要的定理 我們叫做 post-their 叫做 post-their 定理 意思就是說 有了這個定理之後 我們就可以保證 我們剛剛所說的在邏輯語言裡面 一開始找到那五個語句的連接詞 是具有含印完備性的 ok 那這是我們以上 都是我們第六單元的部分 那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下一次的評論 梁本席 我們下一次 說明文席 請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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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教案 也請教案 請教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